先把冰刀鱼收起来 我刚才讲的小用石要贴在冰刀上 贴在冰刀上的时候要慢一点点 不要形成一个扣 扣着手的话 这是欠几枪 千万不要扣着手 对冰刀特别不好 会损坏冰刀 所以贴着时候要正直的时候向前推动 正直的时候贴着冰刀向前推动 把我们在旁边摸下来的小屋边 要给它收起来 给它收立起来 也就形成了我们刚才讲过的冰刀的慢音 还有内音 所以运动人他才能在冰面上 高速划行和合住冰面 采贴冰面 好我们现在再看一看我们的手指 用的手指甲 再试一试一看就没有那杠杆能力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小屋边已经都立起来了 那如果证明它立起来 刀印如果都已经收起来是锋利的呢 教大家两个小屋 第一个就是用手指甲 先确认一下你的刀印 是不是全刀印已经都没有刚才这个手指甲 这个手指就是没有收的 那你看我收过之后 它是没有任何能够合住我的手指甲的 就证明它已经完全收起来了 那还有第二个办法呢 就是要用我们的手指度 或者我们的指甲 外面的指甲 像冰刀的刃 向下滑 或者用手指度轻轻的 向下滑的时候 你会觉得冰刀的刃非常锋利 你轻轻一试就知道了 但还是建议大家用你的手指甲 外侧手指甲 来进行 你就感觉你的指甲 都会滑下来 所以在磨完比较锋利的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安全 所以摸刀也不是一个特别简单和容易的事情 所以它也是需要长时间的一种磨合和练习 才能够把我的冰刀打磨得更锋利 那其实转运动员 尤其是短道速滑冰员 它对滑行速度上要求比较高 所以一般转运动员 它会进行每一天都会进行磨刀 所以就是为什么刚才讲过 这是我们家的职业 除了滑冰我们还可以打磨自己的冰刀 然后呢 这个就是简单的收益 然后刚才也是讲过 一定要切记 就是千万不要抠着收 小绝小千万不要抠着收 那反边正面收完了之后呢 拿掉冰刀 把我们的刀尖冲锁门 然后再把另一侧收一下 那我再给大家试一下 你看 现在这边的刃就是没有收起来的 所以我现在用的小绝油石 慢慢的给它收起来 它这个冰刀上面有个小卡槽 我们那小刀 这个小油石可以放在这个刀片上 它是拿下来还是会掉的 它可以贴在这个冰刀上 然后前后来磨 那也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我们一个小纸片 可以贴成一个小纸片 放在冰刀的另一侧 夹住它 夹住它 这样收的话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 为了保护和地形 避免我们手会刮伤 一定要切记 千万不要刮破我们的手 你看再摸的时候 我们的刀尖 完全收起来之后 它的刀尖 就是完全都是立起来的刀尖 特别锋利 所以在摸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特别快 所以你当中一定要切记 安全 千万不要特别快的去往下滑 一定是慢慢的去试一试 冰刀是不是特别锋利的 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 主要就是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然后如果你们要是学到了 或者是在摸道上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们下午讨论学习 再见